那在另外我們也大概也講很久了 就是說在邊境 在入境居家檢疫 那大概分做幾部分 一個是在資格的放寬 一個是在檢疫天數的縮短 那在這裡 等一下那個相關的一些資格 那情況再跟大家報告 請這個 那個遲早 那我們縮短座10天 當然就3月7日 臨時航班表定抵臺的時間 就開始縮短為10天 那10天他大概可以有兩個選擇 一個 就在家裡一人一戶 一人一戶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這個防疫旅宿 在這裡面 那當然 在防疫旅宿的時候 就是他同日入境的家屬 或同住者檢疫期間可以同住 這時候我們把時間縮短來 就縮短成10天 那剛剛大概那個 我們那個志浩組長跟大家報告過 在10天 這在科學上 在我們的以往的檢疫的經驗 或是在國際的經驗 那10天還是一個非常安全的 一個範圍 大概這裡面 大概99.04都會被檢驗出來 那剩下的都是一些CT值也相當高 相對的風險性也相對的低 這是居家檢疫 從國外回來的 那另外在居家隔離 換句話說在匡列者 那一樣病童 跟這個居家檢疫從14天 縮為10天 3月7號起 那也是居家隔離 也是從3月7號 臨時起 被匡列的人 他的隔離的天數就縮短為10天 縮短為10天 那但是 剛才在檢疫的部分 是以一人一戶為原則 那隔離的這部分 我們是以一人一室為原則 一人這一室 換句話說剛才講說在 檢疫裡面不符合的 就是說家中的套房 獨立的套房 這是不行 這不符合一人一戶 但是如果是一人一室 就要求是一個獨立的套房 那就可以 所以在這裡面就是要 還是要最後接觸日子 最後接觸日是0天 那然後往上加7天 然後檢查陰性 那解隔 那11天起接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 那是以一人一室會為原則 那跟以前的規定還是一樣 若沒有辦法符合一人一室 經指揮中心專案核定 地方政府報經 指揮中心同意 或經地方衛生單位評估 家中環境不適合 可公費送集中檢疫所來做隔離 那當然有些人會問就是說 在居家隔離上前 也跟大家報告 他比居家檢疫 在這中陽性率 是相對的高 那為什麼這邊用一人一室 然後另外一邊一定要一人一戶 最主要是在這裡面被隔離者 所謂的一個被匡列隔離者 他本來就在家中 是一個共同生活圈 所以相對家人的風險其實差不多 只是發病的先後 像我們這次看到很多同住的家人 其實他是發病的先後而已 所以他家中裡面那稍微注意就好 不會向社區來做擴散 那至於在 整個在在這個回國來居家檢疫 他本來就跟 住在臺灣的人是不同的生活圈 所以他傳給他的話 那就會再讓疫情能夠 擴張 那我們在匡列的 其實先慢慢慢慢都會 走向用家戶 直接來做匡列 所以一人一事為原則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